網路行銷的重點知識 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整理一下頭髮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就是 知識不等於智慧 然後行動力勝過一切 為什麼會講這個主題呢 因為在網路行銷的重點知識裡面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 唉唷 飛機來了 重點有很多 不外乎就是你必須要了解很多網路行銷的工具 因為你沒有工具的話 你要做網路行銷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你只能夠走回傳統行銷的路 譬如說你要去拜訪客戶 那網路行銷的工具就是 你可以用LINE去拜訪你的客戶 你可以用E-mail去拜訪你的客戶 你可以用電子寶去拜訪你的客戶 你可以用簡訊去拜訪你的客戶 這是網路行銷的工具 但是呢 很多人輸就輸在最後一點 就是行動力 輸在一點行動力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你上過我的很多課程 或者是上過其他老師的課程 甚至有的人是買過其他老師的課程 但是沒有上 你有沒有發現 也許你是這種人 一個人花了幾千塊 花了幾萬塊 買了很多課程 結果你把它晾在旁邊 你會想說 哎呀等我有一天有空了 我再去上就好了 等我真的需要的時候 我再去上就好了 好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最後最後輸在自己的什麼 行動力 輸在自己的行動力 那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LINE的第二個加粉絲的方法 昨天講的是 用E-mail的方式去加你的粉絲 把E-mail的電子報客戶 把它轉到你的LINE的粉絲 那第二種呢 我要講的是 你可以從臉書 因為臉書從2009年的開心農場 還有中文化之後 在台灣就普及起來 非常多的人使用臉書 Facebook 那很多人在Facebook上面 已經有很多的好友 可能已經數百個數千個 甚至有的人已經滿了 已經四千多個五千個了 那我們如果可以把這些 FB的好友 把它轉換成LINE的粉絲 那是不是很棒呢 譬如說你已經有三千個好友 像我自己的臉書 有超過三千個好友 那這三千個好友 是慢慢累積慢慢累積的 我沒有去亂加好友 所以是慢慢累積出來的 所以這些人呢 因為我在臉書上面分享 大多是網路行銷的一些主題 所以加我臉書好友 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 除了親戚朋友之外 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是因為想要學習網路行銷 想要看這些網路行銷 資訊來加我好友的 那這些人呢 如果像我目前呢 就會經常在我的臉書上面 去分享我的LINE的生活圈的QR Code 請他們加入我的LINE的生活圈的粉絲 那我的LINE生活圈就會自動恢復一個連結 網址的連結 讓他們點進去就可以去訂閱我的那個LINE 每天的網路行銷八點檔 每天晚上八點就會有一則新的影片教學 就好像你現在聽到我這個教學一樣 有很多網路行銷相關的影片 所以從臉書上面去把那些好友 轉換成你的LINE的粉絲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有哪些方式呢 第一個一樣QR Code丟上去 第二個一樣就是把那個ID 你的那個LINE生活圈的ID把它寫上去 第三個呢一樣就是做一個網頁 然後讓它可以連過去 但是呢有一個缺點就是我發現 用手機在臉書上面 然後點選這個LINE的連結 連過去的時候它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還是在臉書的那個框框裡面的網頁裡面 所以它點上去之後呢 它沒有辦法出現 沒有辦法正常的出現那個 加好友的訊息 因為它感覺還是在那個 臉書的那個框架裡面 還沒有跳出去一般的網頁 所以我後來做了一個方法就是 把它連到另外一個我外部做的網站 可是呢還是失敗 它會無法開啟LINE的應用程式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從FB連出去的時候 如果是用手機的話 所以沒辦法 如果從FB連出去的話 那最棒的方式解決方法就是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嘛 QR Code放下去讓人家掃 那第二個就是把那個 LINE的 LINE的生活圈的ID寫上去 讓人家可以去加你的好友 這是今天講的 從臉書加入的第二個方式 那明天我們再講的是 另外一個方法 敬請期待下一則影片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